中佳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曉君 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將基隆近年最夯的打卡景點 鎮臂渝港色彩屋整個搬進展館 再搭配潮進公園上的基隆與拍照框 以海派浪漫為主題的基隆館 一開場就吸引不少民眾 直說基隆很好玩 八德族 很多啦 海洋館啊 嗯 很多地方 我很喜歡 我來電才去基隆 有貨幣道 還有基隆廟口 快去吃那個好吃的東西 老公都會帶我去那個基隆廟口 吃小吃 我們今年的基隆館呢 非常的有特色 因為我們把整個的色彩屋 的這樣的一個造型的概念 來布置我們的展攤 同時也延續著海派浪漫的 這樣的一個主調 那把這個我們的這個打卡的 包括潮進公園這個打卡的 這樣的一個地標呢 也搬到這個現場來 所以現場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就是為了要打卡 不只是繽紛明亮的展館 參展業者也都是 具有在地特色的店家 像運用基隆在地元素的 台灣第一家海味夾心 手工蛋卷 還有由基隆青年回鄉 創業的手工鞋 出來讓客人認識我們 因為我們平常就只有工作室 我們沒有一個店面 就是沒有固定的店面 所以出來就是推廣我們的品牌 然後讓大家認識我們 這家在鎮冰嶼港懷舊碼頭開店的 手工咖啡業者 則見證了色彩屋出現前後的環境差異 整個景觀都變了 然後有一些觀光客的人來人往 有對我們商家有比較實際的幫助 然後對在地的店家 在地的住戶也有美化的效果 很多住戶都自己彩繪自己家 然後整個環境都變得很乾淨 會自發性的去整理整個旁邊的 周邊的風景 在觀光遊城上 金融市政府方面極力推薦 有台灣龍珠美育的基隆雨 尤其進入四月正是百合花季 更適合登島欣賞 除了延續海派浪漫以外 今年最夯的就是我們的基隆雨的郵城 所以我們也在現場 來行銷我們的整個基隆雨的一個亮點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台灣龍珠的 這個稱號的基隆雨 這麼有特色的郵城 然後也讓所有來參加旅展的人 能夠在這個地方更了解基隆的郵城 現場還推出旅展限定的商品優惠 最低下沙五折 滿額更有好理大方送 民眾與基隆館合照打卡 還能獲得基隆限量保冷袋 有興趣的民眾可得把握機會 在春季旅展期間到基隆館搶好康 也為自己和家人安排一趟豐富的基隆之旅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從高空俯瞰 碧海藍天 真正浪花打在礁岩上 基隆雨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 是釣客最愛 而因為疫情停辦一年的基隆雨基釣賽 今年原定在4月10號11號舉辦 但受到天候不加影響 市任府緊急公告比賽延至4月24號25號舉辦 這個週末其實天氣是好的 是出太陽的 可是其實有浪跟天氣沒有關係 它的浪呢 瞬間的這個有浪還是有達到快要兩米 一米八兩米 那其實相對於在登交的這個過程是有風險的 那平常我們都會在涌浪一米五下 才是比較安全可以上交的 那最好是在一米到一米二三之間 都還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根據統計 這次比賽總共有72名參賽選手 目前只有兩個人因為日期無法配合 放棄參賽 因為今年首次有增加這個團體賽 所以其實報名的這個熱絡度比王力都還要高 那其中有15隊的這個團體賽 然後還有27個個人 總報名 那受這一次的這個延期的影響 我們重計之後只有兩個 目前只有兩個人確定退賽 然後我們即將會用候補的 那其他的像吊隊的部分 幾乎全數都保留這個報名的資格 有鑑於基隆雨上個月才發生 吊客在礁岩基調不慎落海意外 造成一人死亡 當時風浪預報高達2米 為求安全起見 政府已經緊急公告延期 並通知選手安全第一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車輛頻繁的校東路 只要上下班時間就會出現車流 不僅左轉車輛大排長龍 也讓網上坑一帶的車輛嚴重回堵 甚至連大型社區為校台北的居民 車輛要進出也很不方便 到我們這個紅綠燈口 這段路段其實我們平常也可以看到 很多大型的一個車輛在這邊進出 所以當車輛大型的車輛在這邊進出的時候 其實它的車速本身就會比較緩慢 所以在我們上下班的這個時段 在這邊回堵的現象是非常的嚴重 民眾抱怨回家的路很難 多次在市議會提案的市議員何淑平 建議將微校台北前的人行道退縮 讓車流更順暢 經過爭取總算獲得市政府同意 目前計畫退縮人行道大約200公尺 讓路幅多一個車道來疏解車流 淑平就利用兩次大會總執行時間 然後跟市長跟公務處長 都發處長跟這個交通處長 來研究來把這個人行道把它退縮 那根據市區道路 即這個設計規範的第一篇 第八條第十條 當路權受阻的時候 可得以調整路面的斷面 那就是縮減這個縮小人行道是其中的 其中一條 關心工程規劃進度 市議員何淑平邀請了公務處實地現場會堪 人行道退縮後 車道將會增加2.5米的寬度 工程預計在7月就會發包 年底施工完成 起氣點的部分大概是在微校台北前的擋土牆 那一路到我們的過我們的深溪路口 大約200公尺左右的長度 那寬度的部分 我們預計拓寬一個車道 那寬度大概在2米半左右的一個 道路通行環境 那人行的部分就可以利用 我們微校台北前的汽油退縮地 可以做一個通行 過去為了解決交通打劫的問題 曾經建議打除部分的分隔島來增加路幅 但考量雙向車道行車的危險性 因此最後決定縮減人行道 希望完工之後 能夠有效紓解車流回堵現象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美食林立的金融市孝山路 由於車流量大 停車位不足 違規零停情況屡見不鮮 甚至擋住商店出入口 加上卸貨區停車位不足 讓兩旁店家相當苦惱 我們交通狀況真的是很不好停車 我們送貨的工廠還有廠商 聽到孝山路都嚇死了 都不敢來 對 都不敢來 所以卸貨區本來是在後面那裡 可是那邊摩托車銀行都停滿滿的 幾乎都沒有辦法停 借貨地方反映的金融市議員 同志委特別辦理會堪 首先針對十連未重鋪的路面 金融市政府公務處方面 已經規劃在八月施工改善 那目前在做管線整合的動作 那預計會在今年的八月左右 那進場施工 那在八月底之前把整個孝山路的 路面改善工程完成 那包含路基改良跟拋鋪鋪鋪的 路面改善工程 那人孔降埋相關的作業 那把整個孝山路 恢復成完整的道路通行環境 交通處方面也決定配合 路面重鋪工程 重新劃設停車格 增加機車停車格 及卸貨專用停車格數量 接下來跑步完了以後 我們交通處已經統計完 會重新劃設機車位 從285格增加到314格 就是將近20%的空間 然後也會再增加一個卸貨區 在孝山路前段的部分 才不會造成卸貨的車輛 都在並排停車 那我們當然我們機車的秩序 當然我們還是要靠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來努力 所以我們接下來機車的大小格 會統一的一個大小 然後在店家中間的出入口 也會統一大小 所以未來我們完成以後 不會那麼的混亂 另外這一座 已經失去作用的停車收費庭 也將同步拆除 希望徹底改善孝山路道路環境 讓鄰近基隆車站 與國文廣場的孝山路 可以成為基隆觀光新亮點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貨櫃車經過坑坑洞洞的路面 就發出擾人的噪音 這裡是C29號碼頭 台積物流外面的道路 長年來因為貨櫃車 碾壓坑坑洞洞 不但影響附近居民進出時的交通安全 也容易產生噪音 以及灰塵污染 在基隆市議員宋偉利和莊敬勝 不斷爭取重新跑鋪下 主管單位基隆港目分公司 開始針對附近道路分段重新跑鋪 議員們則是要求施工期間的交通安全 以及工程品質一定要做好做滿 未來也要把這裡混亂的交通耗制 接著一併做改善 除了天雨路滑之外呢 坑坑洞洞 然後再來就空櫃的那種噪音聲 讓這邊的住家真的苦不堪言 我想如果路坪 可能空櫃的聲音就會減少一點 那麼再來就是這邊坑坑洞洞 大家也可以不用使用特異功能 來克服這個困難 我想總總的我覺得今天港目分公司 也非常有誠意的 今天說已經標出 已經標出去了這個案子 那標出去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施工了 那為期施工期為三個月 對那三個月的時候就是說 希望我們的民眾能夠注意行的安全 以及通行的安全 我相信廠商我們剛剛有強烈要求 圍離分氣點都要做好 包含這個灑水車一定要進駐 因為現在都還沒有施工 我相信你們都看到了 整個灰塵這是早上停的車 整個灰塵是這麼厚 所以我想說這邊的 要顧及到我們的環保 重新做研究之後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會刊 把整個工區分為四個階段 來分區來施作 來減少交通的衝擊 因為這個路口是我們基隆市 最複雜也是最多項的一個路口 旁邊也有民房 也有碼頭業者 來為我們台灣的經濟來打拚 所以我們不能去影響到 我們碼頭業者的進出的交通狀況 與其這樣我們把它分區來施工 在這個同時 我們也一併來整併我們中山四路 以及白米用砲台 以及先動這個地區 所有的耗制 把它做成一併的解決 來做於統一的規格 包括一些指示牌等等 太過於淋漓而且複雜 民眾一般的民眾 觀光的民眾沒有辦法了解 同時也讓這些大貨車的司機們 能夠按照耗制來遵循 以為交通安全 目前部分中山四路路段 已經重新跑鋪完成 整齊乾淨 接著就是要開始施作 台積物流前面這段道路 預計工程要進行三個月左右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為在安樂區 武嶺街 新山水庫大門口外面 有一處山溝 由於經常遭到不肖民眾 亂到垃圾 導致下大雨時 就容易塞住排水孔 造成淹水 更有民眾擔心 如果淹過路面 更可能導致在這裡 停車的駕駛朋友們 誤以為是馬路 而不小心掉落淹滿水的山溝裡面 第一個前提 你旁邊應該有標示 因為好危險喔 因為我看好幾次 還有人要掉一半 那個再一下去 剛好那時候那一陣子都積水 掉下去就人命了一條 因此民眾向當地外療里長 嚴厚廣反映 由基隆市議會副議長 林沛翔邀集主管單位 水公司新山集水廠 安樂區公所 以及公務處河川水利客等單位 辦理會堪 並且請新山集水廠進行改善 在部分道路周邊架設圍離 完工後由區公所掛 射井釋排 減少下雨天時停車的危險 並且規劃施作山溝道路旁 整段的排水溝 便於排水減少淹水的可能性 這裡做點山 這裡做點營水水通過 是比較醫療用意 我是說這個醫療用意 你就比較久了 但是如果可以做編工 是比較快 其實這樣子 一二再再而三下去是很危險的 而為什麼要做這麼多設施 因為現在還沒有開始下雨 而基隆如果開始下雨 都是那種快速的急降雨 就是30分鐘之內 200毫米的大雨忽然下來 你說真的颱風來 那個也是很危險 但是更危險的是忽然天氣好好的 忽然來個15分鐘或30分鐘的急降雨 跟去年9月13號 9月16號那一波一樣 那防範於未然不要等到說淹水了 大家再講說怎麼辦 而是現在我們就應該早點做措施 然後預防生育治療 新山集水廠廠長長表示 會陳爆上級後研議辦理 我們先幫他看看 快信大飛車 覺得消耗科目可以用的話 我們就會主動來做處理 再看有沒有機會麻煩 變成就從那個鐵皮做到那個車子這邊 人家就是 如果我挖比較扁大 馬上丟垃圾的地方 就應該投放點就是這樣 投放下去他覺得我丟個垃圾沒事 可是如果一方面污染水運 一方面搞不好 那紅台廳也洗 所以一堆垃圾在裡面洗 全部滿出來 那就麻煩了 副議長林沛祥希望水公司方面 可以儘快評估施作完成 敦慶木林維護民眾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花蓮發生台鐵不幸事件之後 立法委員蔡世穎也相當關心 基隆地區的鐵路邊坡改善工程的工地安全 特別感到七堵民德一路的一個工地 與鐵路局監工單位的進行討論 並且要求施工單位一定要注意工地的安全 我想太魯閣號的不幸事件 讓國人更加重視鐵路完全的問題 那其實因為在整個 我們這裡有看到一個標題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關於這個行車改善的六年計畫裡面 其中有一個部分也是在我們基隆地區 包括八堵段跟七堵段 那所以我是因這邊 今天特別來到七堵段的地方 來看他們整個施工的整體進度跟狀況 那剛才我們公務的台北段段長講得非常清楚 那這一段主要是因為地毛的增加它的安全性 就是等於鐵軌的鋪面下沉的部分 藉著這個地毛的增加增加的安全性 那目前他們的進度都非常順利 原則上可能會在已經接近收尾的階段 四月底或者五月 當成他們最後的完工階段 那我也期許他們 一定要按照規定的施工方式來運作 那剛才因為這個案子的建造也是聯合大地建造公司 就是跟我們在泰土合法不幸之間發生同樣 那我也特別來要求他們說 在這個部分絕對不能夠有所謂 所謂的這樣的一個 漏失掉的一個情形 那他們說他們其實在這個部分會特別的注意 那鐵軌局也有特別來要求他們 那包括他們相關鐵軌局的留言 都現場都有在現場盯著施工 那我相信就這一段的部分 應該工程會沒有問題 如期如此的完成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懂得聰明選車 繳納牌照稅我也有一套 現在只要手機下載行動支付APP 掃描繳管束上的QR Code 就可以輕鬆完成繳納 當然其他儀化方式也可以 還有多元繳納管道任你挑選 開始 多元管道超Smart 輕鬆繳納動起來 慈云寺的財神店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政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云寺直角求發財歸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進 慈云寺也提供了財神燈供信眾任養 到了慈云寺可千萬別忘到財神殿參拜喔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慾佛節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云寺對於重要慶典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地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聲稱指示 1.1.20 文昌 Form com... 排毒改善便秘腹泻 燃烧多余卡路里 两小时排油消质等夸打字眼 还有医疗器材广告 宣称可以保持维护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畅通 增进长期记忆力 预防一般肺部疾病等违规词句 分别涉及夸打宣称 及核准之广告核定表内容不符 要民众千万别相信 那整个年度来讲的话 我们总共采法了806件的一个 违规广告案件 那总裁罚金额是6480万5000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以药品食品跟化妆品 这三大类来做分野的话 会发觉到去年 其实药物的一个违规广告来讲 是77件 但它裁罚的金额 因为它是依据药室法 所以金额相当的高 是2420万占了整个 裁罚的罚金的37.3% 那其次是食品类 381件我们财罚了2147万元 那化妆品类是348件财罚了 1913万5000元 位居第三 那我们这边也有稍微统计出来 就是前三名的一个业者来讲 那违规第一名跟第二名 一样都是年度财罚总金额176万 那第一名分别是首席股份有限公司 跟提卖策略行销有限公司 那我们这边也有举一个首席的 一个食品违规广告的一个标示 那这的一个案例 那最主要是就是它在广告 台数生医益生菌健康舒畅专案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在第一个 那它是购物频道的一个部分 那它只要说改善散气 改善便秘或者是腹泻状况 这部分是在食品上是所谓违规的一个持菌 近年来Facebook、Line及各大网路平台 常出现一页式网路购物广告 以低价促销并强调货到付款取信民众 但消费者于收货付款后 发现商品与广告不符或品质低劣 要求退货时却遭到封锁求助无门 卫生局提醒 一页式网路购物广告常无公司名称和电话 且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 或以限时或倒数的方式吸引消费者 这些最好都近而远之 避免日后可能产生消费纠纷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 小孩吵闹好讨厌 给他3C乖乖看 现代父母时常将电子产品当作保姆抚慰孩子 但他的视力正一点一滴的被侵袭 年纪越小近视 度数增加越快 在国民健康署调查的 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发现 从幼儿园到国小各年级的学生 近视比率都较7年前上升 显示幼儿视力急需家长关注 小孩子哭的时候是怎么办 小孩子在哭闹 父母亲随手就丢了一个手机也好 平板也好 小孩子就不哭了 爸爸妈妈就在说 这个方法很好 可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随手一个动作 签伏的一个动作 可能对于小孩子未来的思议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刚刚提到的我们也是都这样说 其实对家长很无助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找到什么样的方式是可行的 也能够提供给家长来照顾小孩子的时候 把这个手机或者是平板 这些3C的产品 能够回归到我们家长可以自主 在我们这些情境当中是有分铃的 那我们也很特别想要借由这种分铃的故事 跟妙招来让爸爸妈妈了解说 永远不会太迟 就算你的孩子现在已经 已经4岁5岁6岁 你感觉好像 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其实不会 我相信孩子最爱最爱的 还是跟父母之间的相处 为了能贴近家长的照顾需求 国民健康署归纳整理 最常使用荧幕产品育儿的情境 透过出版解方 交到家长找到解决方法 同时也请势力模范儿童家庭 来分享妙招 我们带小朋友出去 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自己家的方式 就是我们都尽量只约 以小孩子为主的地方 作为我们的社交环境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大人可以 真的是可以了解 小朋友自己去玩他们的 我们只要眼睛视线注意好 让小朋友不要乱跑 基本上他们都 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么多 长期不正确使用3C产品 不仅视力产生问题 还可能影响孩子语言认知发展 睡眠品质及情绪管理 进而连带影响学习专注力 因此要戒掉3C保姆 家长必须和孩童一起努力 善用妙招助孩子远离视力威胁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请大家 惊悚的台北松人路裂开的照片 108年4月18号 因为一场地震后 在网路与LINE群组上疯传 引起民众的恐慌 后来证实为未经查证的错误讯息 台北市信义国中的媒体素养课程 老师特别举出这个案例 来提醒同学 收到可疑的讯息 要先确认查证 绝对不要轻易地转发出去 那个裂痕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修补路面的 所填的那个胶 那那个胶是黑色的 当初拍这张照片的人 可能就是透过因为角度的关系 他在高楼上面就是拍照 所以看起来真的会很像是地面裂开 尤其是拍摄的角度 只是看起来像 但是地面完全没有裂开的情形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实例 而且就发生在学校周围的实例 让学生去省思 当我看到任何照片 尤其以前我们说有图就有真相 但是现在图片真的代表真相吗 其实不然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 在我们周边生活周边的实例 让学生更有感的去感受到说 我看到任何图片 即使是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照片 我也必须要想一想多方的查证 就算我无法查证 我也至少先等一等 不要立刻看到什么讯息 都直接转传贴出 因应108课纲中的媒体素养 课堂中老师收集了许多国内外案例 逐一引导同学思考与讨论 并利用即时作答系统 让同学用手中的平板来回答 是真的还是假的讯息 互动体验增添了不少学习乐趣 这课程可以让我们学会如何辨别真假讯息 那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讯息 我们该怎么去吸收去筛选正确的资讯 看到讯息 然后呢要看一下作者 然后呢还要查证一下 或是问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